今天我们继续来讲 地心人传话这本书 主人公吴凡受邀来到了地心人的总部驻地 在这里他尝试了外星科技的意念体验 还听到了古华夏文明十足的起源 以及福西女娃身上居然有着天狼心人的血统 就连人文十足皇帝 也是受到过天狼心文明的影响 那么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 大家理性观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有少年感的小语 大家好 我依旧是大家眼中的小唐 金无凡在地心人的地下基地里 第一次就运用了万能量场的力量 开始了一场意念体验 经过尝试之后 他就可以自由地操纵意念去想去的地方 在他的意念适应了乘坐太空飞船之后 既然在太阳系的边缘 他看到了一个微小型的黑洞 在确定肉身不会有危险之后 他决定靠近看一看 当他靠近之后 他来到了一块面前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仿佛是真空的太空的边缘 借助了仪器 他就只能够模模糊糊地看见前面很远的时空里面 有着一望无际的一个引力悬涡 其他的他什么都看不到 而操作系统就告诉他说 由于黑洞的吸扯力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现在只能通过仪器来看黑洞外围的吸扯引力流 也就是说黑洞在吞噬周围空间 会变得扭曲变形的一种现象 而吴凡就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 他就说如果他想体验一下被黑洞吸进去的感觉 那是否会意味着他的思想就在意念中死亡呢 那他的肉体会不会有损伤呢 结果在得知他的肉体不会有损伤之后呢 于是这个吴凡就决定抓住这次机会玩个大的 让自己的身体被这个黑洞吸扯进去 于是他随着往里面越来越深入 他就感受到了一股不可反抗的巨大吸引力给扯住了 仿佛多大的力气都拉不回来 完全失控了一样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吸扯力也越来越大 不等他多想就听到了周围附近一些东西解体的声音 还没来得及恐慌呢 他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比之前更难受的状况 几乎无法坚持下去啊 瞬间失去了意识 当他再次出现意识的时候呢 他已经发现啊 自己已经完好无缺的躺在床上醒过来了 这才使他放下心了 仔细地回想这一次黑洞的体验 让他心有余悸 不禁地就佩服啊 外星科技的发达程度 如果这项意念体验能够放到人类世界里啊 不仅能够促进人类对宇宙和科学的探索呢 或许还能够提升人类的精神思想 那么想到这儿呢 吴凡就开始联系布韦罗啊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听到更多关于宇宙和人类的奥秘 没过几秒呢 布韦罗就过来了 而吴凡就笑着跟他说啊 你们的招待呢 我很满意 尤其是你们的科技意念体验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历史中的神话故事吧 布韦罗就告诉他说呢 在古华夏文明时期呢 有一个文明啊 就深深地影响了远古的祖先 这就是天狼性文明了 当年的天狼性文明呢 并非是现在的样子 而是一颗正常的恒星 而天狼性的人呢 就在这里发展出了文明 那时候呢 还是在太阳系啊 很久远的时候了 海王星的后面呢 是一颗叫做尼比鲁的星球 这颗星球的体积很大啊 遥远寒冷 被阿努纳奇文明啊喜爱 这是来自猎户星座的一颗行星的初级文明 而阿努纳奇的种族呢 由于体型巨大 结实啊 可以适应尼比鲁行星的环境 还来地球呢 建立了基地 以进行啊 长期的科研 在地球的领地创造了苏美尔文明 喜欢安静和寒冷的阿努纳奇文明呢 就把飞船啊 停靠在了尼比鲁行星 没有想到阿努纳奇文明和天狼星文明啊 当时还发生了冲突 那么这一次混战呢 就直接把太阳系的尼比鲁行星啊 给毁灭了 所以天狼星文明啊 也遭到了灭顶之灾 失去了科技和行星的家园 当时的地球远古人类呢 先是开始观察天狼星啊 是红色的 现在呢 是蓝白色的 而短短的几千年之内啊 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就是天狼星的内部的能量啊 在快速消耗而造成的 天狼星文明遭到如此大劫之后呢 存活的天狼星精英啊 就乘坐飞船 去了银河系内部发展 还有不少的部分呢 来到了太阳系定居 那在太阳系的每一颗行星上 和很多卫星里啊 都有他们的小基地 其中负责地球科研的天狼星人呢 一直用他们的基站呢 跟远古人类啊 融合做实验 结果呢 孕育出的生命啊 都是他们天狼星人的体系 就是我国的民族神话中啊 半人半蛇的那些模样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天狼星人的基因啊 比远古人类的基因 活跃很多倍 完全不用雌雄合体那么麻烦 那么大概在五千年左右的时候呢 就在这片华夏大地里面啊 有一个女性就再次被植入了 天狼星人的基因 并孕育出了生命 生下了一个男孩 男孩长大之后呢 很聪明啊 灵智和聪慧呢 远远超过了一起孕育的族人 那她的母亲呢 先开始给这个小孩取名叫福 属于远古的发音 她就是啊 福西的远星了 随着福的年龄长大呢 她的各项能力啊 越发的突出 发明的远古工具很多 逐渐就成为了部落的首领 而且还把他们的部落 发展团结和强大了起来 福有空的时候呢 就喜欢研究自然的规律 那天狼星人见福聪明异常呢 就开始培养她 然后又找出了一个聪明的女性 舍人陪伴 那这就是另一个传说的始组了 叫女娃 但最开始她的名字啊 是叫西 两个十二人呢 相互辅助啊 就对古华夏文明啊 做出了无数的开创贡献 当时呢 多元宇宙的道教高级文明啊 恰好来到地球 降临的地方呢 就是古华夏 他们也对天狼星人的研究 和人类的祖先啊 比较感兴趣 于是两家通过交流同意呢 就把福和西呢 送给了道教文明研究 从那时起呢 道教文明就深深地影响了 民族文化 直到现在 其中的道教文明的五行八卦理论啊 就渗透了福的思想 现代人研究福西呢 发现它既跟史前文明有关呢 又是道家源头的初始 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变迁呢 再加上当年没有文字和书面的记载 才让过去的历史啊 变得扑朔迷离 后来呢 从原始的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呢 整个华夏地区就出现了无数个国家和部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符和西的传说呢 就一直在改变 在秦朝之后呢 被其他的史学家最后就总结归类 逐渐就形成了现在的福西女娲 以及啊 始祖信仰的传说 由于福西和女娲身兼天狼星人和地球人的基因嘛 寿命虽然没有天狼星人幽远呢 但比人类的寿命要长几十倍 所以两个半蛇人呢 都活到了五百多岁 在他们两个做部落首领的时候呢 恰巧都遭遇了地球上啊 最后一次的各个文明大混战时期 当时的天狼星人呢 包括其他外星种族呢 根本就不在乎地球物种 总部就忙着调节所有的外星种族的恩怨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顾及地球的物种 所以这场混战就波及和毁灭了地球啊 无数的生命 可想而知当时的混乱和危险 而人类的祖先能够在当时的大灾难中啊 保住很多人脉呢 多亏了当时的女娲半蛇人啊 用她的智慧随机一变 带着远古人类呢 躲在了深山的洞穴里面啊 艰难度日 直到混战结束呢 才敢露面 而女娲对人类的祖先的功绩呢 可以说是比天高 比地还厚 后来呢 逐渐就变成了女娲泥土造人啊 补天的神话故事 想到以前的外星混战呢 吴凡就问道 五千多年前的外星种族大混战 规模一定很大吧 而布韦罗就说啊 是的 还好呢 总部啊 有了以前的经验和教训啊 把当时的混战的伤害呢 降低到最小 没有发生啊 恐龙时期的那种大灭绝的灾难 即便是这样呢 还是让当时的地球啊 变为了森林涂炭 当年最后一次混战呢 在古华夏地狱啊 是福西女娲 力挽狂澜 拯救了你们的祖先 逐渐就演变成了啊 福西女娲的传说 而古印度呢 有本传世的摩克普罗多经书啊 里面就有一段记载 之前说的阿努纳奇和天狼星人的文明的战争呢 使得太阳系的尼比鲁行星啊 被摧毁 受到重创的呢 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 最后呢 阿努纳奇文明啊 就把地球人类的苏美尔文明带走了 当年呢 也有很多中立的外形种族 没有参战 只是静观其变 同时保护着地球上自己的基地产业啊 比如守护最早的古埃及文明的外形种族啊 他们的驻地呢 在太阳内部 这也是古埃及最早信仰太阳神的原因 这只文明呢 在最后一次混战中啊 尽量保持中立 被波及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到了炎帝后期呢 民族的始祖 福西女娲呢 快要寿终正寝了 于是天狼新文明呢 就重新培养了一个部落首领 也就是人文始祖 皇帝 那个时候呢 道教高级文明已经离开地球啊 由于之前的道教文明始祖呢 给众多外星种族留下了印象不错 所以天狼新文明呢 便让皇帝统领的部落啊 跟炎帝部落啊 联合 先开始炎帝不愿意嘛 不过呢 天狼新文明也没有动怒 只是让皇帝部落给了他们一个小小的教训 看到自己大势已去的炎帝呢 最后只能统一 之后两个部落融合扩张呢 这也是初祖啊 皇帝传说中啊 为什么身兼多种啊 神秘色彩的原因 而皇下部落在两个领袖的带领下呢 土地面积就一直扩张 后来逐渐就影响到了另一个强大的部落啊 蚩尤部落 如果只是远古人类的普通部落呢 它早就被吞并 奈何它根本就不是啊 蚩尤部落呢 是一个巨蟹座文明啊 实验的基地站 而部落里面有很多变异的神秘 都不是人类 传说赤油部落呢十分的怪异 正是因为如此呢 先开始这两个部落只是小打小闹 后来炎帝的部落加皇帝的部落呢 战情扩大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呢 地球迎来了所有外星种族的最后一次大混战 后来战况的愈演愈烈啊 越打越乱了 在炎帝皇帝联合大战赤油的过程中呢 那些传说中的精彩缤纷的 诡异荒诞的战争啊 其实是外星文明造成的混乱 由于天狼新闻明扎根地球时间悠久呢 其他行星啊也都有基地 依靠地利呢 就保住了自己的实验基地 而炎帕皇部落呢才延续直进 皇帝时代呢 是最后一次外星种族大混战 除了总部呢 其他的外星种族啊都被迫参与进来 这次混战啊 打得天崩地裂 日月无光 山河板块移动 世界很多地方出现了大洪水泛滥 把无数远古人类部落啊 冲散或者是毁灭 而古华夏的皇帝首领呢 曾见过年老的福西一次 福西就传授了他很多知识和经验 这才能够带领很多族人啊 跑到山市较高的地点来躲避在那 而吴凡双眼发直啊 他就说皇帝的传说向来都是神乎起神 大战持有的过程中啊 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那么皇帝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传说中皇帝呢 是骑着神龙在百姓的欢呼中而离开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而布韦罗就说呢 先跟你说一说皇帝本人的事情吧 皇帝是个非常聪明啊 善于发明创造团结的人 他是用心做事的远古首领 在他的时代呢 所有的远古人类呢 把外星文明当作神灵崇拜 唯有皇帝的想法不同 他不但理解科技文明啊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还学习复杂深奥的科技 可以说是非常聪慧啊 另类的一个远古人类 皇帝的特殊呢 让天狼性文明非常感兴趣啊 再加上呢 他把远古部落打理的井井有条 一直开疆拓土啊 和创造奇迹 最终在皇帝的晚年里呢 天狼性文明就同意带他离开 并延长他的寿命 让年老的皇帝呢 很是激动 只是皇帝跟远古部落的人类呢 平安相处了一百多年啊 两方感情非常深厚 他舍不得自己的子民嘛 子民呢 更不愿意他离开 不过皇帝离开的时候呢 把冶炼青铜的技术 就传给了子孙 赛祝大鼎呢 给子民留下了信念 由于之前的混战呢 把地球搞得千疮百孔嘛 所以总部就封锁了太阳系之后呢 要给地球里里外外啊 清理一下 这也是导致后世人类啊 找不到地球上远古文明 或者是外星文明啊 痕迹的原因了 只留下了一些标志性的遗迹还存在 比如金字塔 可以激发后世的创新动力 而外星种族呢 可以暗中观察人类啊 但是不能过多的干涉 远古祖先皇帝呢 跟随天狼新文明离开之后呢 本来总部想要接手啊 这只远古不落的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呢 从遥远的北极星方向 降临了新的外星文明 距离我们太阳系呢 有四百度光年远 慕凡当时就很疑惑呀 北极星是颗恒星 在它的周围并没有发现 过多的恒星和行星啊 那里怎么会有生命和文明呢 而布韦罗就说呢 北极星的星远 有着生命和文明 并且文明的程度还非常高 同时北极星文明早早就注意到了太阳系 一直在观察着 在总部封锁太阳系之后呢 北极星文明出于好奇呢 就派遣了一支飞船过来探查 通过科技联通总部啊 请求拜访 总部见他们没有恶意呢 于是又是老邻居嘛 便让北极星文明过来做客 北极星文明来了之后呢 送给总部一些科技心得啊 作为界面礼 要求考察太阳系 于是总部呢 就只好把古华夏五主的这个部落呢 送给了北极星文明做科研 前提是手段不能够残忍 否则呢会把他们请走 北极星文明爽快就答应了 这个时候呢 古华夏部落的首领换成了专须 由于基因遗传呢 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部落首领 他可以理解北极星文明啊 并遵从任何拆遣 专须时代呢恰逢总部封锁地球啊 又让所有的外星种族离开人类视线 不能干涉人类自然发展 所以人类断绝了以前啊 跟外星人类神奇的生活 没有了以前的光怪陆离呢 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啊 后世呢逐渐就演变出了专须啊 绝地通天 砍断剑墓 不允许人类跟神接触啊 贡功怒畜不周山 人神分开的各种传说 其实这些呢 跟专须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只是历史的见证者而已 由于他是部落的首领 才和这些传说呢连接在了一起 之前呢无凡还可惜啊 为什么远古的首领 断开了人类和神的联系 让后世的人类不能够修炼 原来呢和他并无关系啊 顺着这个时间线呢 吴凡又想到了 专须之后的几位首领啊 比如说 帝库 瑶 顺 于 之后就是下朝的开始 那这些后世的远古首领 都知道北极新文明的存在吗 布韦罗就回答他说啊 是的 他说这四个远古人类的领袖啊 都理解外星文明 也就是啊 当时的北极新文明的存在 只是 其他愚昧的古人还不晓得吗 当专须受终正寝之后呢 就把地位传给了侄子啊 帝库 帝库不但能够单此大任呢 也是一个很聪明的远古人 他能够理解外星文明的思想 也愿意呢 服从北极新文明的指示 之后的另外三人呢 姚顺宇呢 都是如此 他们在传位的时候呢 就会被上一任首领告知呢 有北极新文明的存在 而这些远古首领呢 虽然不能够跟现在的科学家一样 学习先进的科技 但是他们能够明白呢 天上的星星呢 就代表着一颗广袤无垠的星球 有的星球呢 有生命和强大的技术 能够来到自己的星球考察 也不会盲目的鬼神崇拜 能理解这一点就可以了 姚在位时期呢 经常有各种外星飞船 在西海考察人类 只要出现呢 就会被当地渔民看见 由于庞大的飞船有亮光嘛 被当地人认为是神仙的宫殿 芒马这件事呢 当时就汇报给了姚 但他心里很明白 所以他没有在意 而北极新文明考察了地球几百年呢 还跟总部和其他外星文明 互相探讨学习了技术 目的达到之后就离开了地球 就是在羽的晚年时期离开的 这件事情羽是知道的 在羽死后呢 他的儿子齐称王 家天下各种由着性子做事的时候 没人管他也没人约束他 就是因为齐不知道外星文明的秘密 没了外星人的照顾呢 齐的家族人脉呢 寿命也就越来越短 最后就变成了普通人的血脉和寿命 其实从专需开始呢 他们这一支的血脉基因啊 就已经开始变弱了 不过每一个远古首领呢 还是都超过了一百岁 到了齐的时候呢 基因变弱呢 只活了七八十岁 之后的子松血脉呢 逐渐的就变成了正常人 这就跟远古苏美尔王表中啊 远古王的寿命很相似 他们也都是由几万岁啊 到几千岁 再到几百岁 最后都回归了正常的年龄 难道地球上真的有那么多的巧合吗 那在这之后的历史场合里 还有哪些事件或者是大人物 有被外星文明影响和干涉过呢 让我们下集再见了 那么好了 故事呢 宇哥也就讲完了 好啦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 这期内容大家还喜欢吗 喜欢的话点赞留言 支持我们一下哦 我们会在每集下方留言当中 选出一个幸运的粉丝 那么奖品的内容呢 就是宇哥之前讲过的这一些书籍 还有我抱过的娃娃 那我们抽奖是以什么为标准呢 抽奖的标准呢 就是在节目下方留言当中 我会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留言 所以大家要多多留下精彩的留言 吸引我的注意哦 搞不好下一位幸运的粉丝 就是你呢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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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